大家好,欢迎收听网线编辑部节目 今天有位新西兰既得台阳,还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请问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了网线编辑部静岸部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南模式的力量 好,这一节就讲讲小弟曾经住过成长的地方 就是唐人街,我又不是讲澳洲的澳洲以前经常讲的 也讲讲其他地方的唐人街 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中国现在挖起了 但是很多地方的唐人街 人是少了,就是唐人是少了 反而其他地方的中东人和印度裔是多了 唐人街有些地方也是没落的 好像过去十年那样 纽约唐人街的亚弱人口 就减了15% 三藩市唐人街的亚弱人口减了23% 布里斯本唐人街更好笑 其实唐餐馆不太多 晚上变成西人的酒吧街 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可能是冷冰冰 但是有时候它也代表了一些东西 其实过元年 大家知道中国的二三线小城镇 也是冷清清的 因为那些人回去务工 回去大城市做工 唐人街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看到德顺街 德顺街 其实未叫德顺街 非叫德顺街 只是叫德顺街 但是后来好听一点 听一些香港人说的 说来的德顺街 其实也是冷清清的 比起我以前小时候的光景 差了 很多唐人街的店铺 都是典戏的 就是一些老做事的 大家都发现 现在做唐人街 那些宅货店 还有洗衣店 其实也很少人做 做一些唐人 宅货店的 和其他店铺 都是上了一年纪的 或起码是中老年人 他们都是经营着改良的中国特产或者小食 微博的利润只是救他们的生活 如果你是一位出国很久的人 私乡深切的油纸 都会来到唐人街找一下家里的味道 但多数令你失望而归 澳洲来说只有墨尔本 说来唐人街也差了很多 老实说墨尔本唐人街上好 我认为这些出品 但是 布里斯本唐人街令你一定会失望而归 你不用担心那些食物 说真的 除了过时过節会挂过灯笼 圈染一下气氛 大部分唐人街 都是很多时候冷清的时候比较多 有客比以前稀少很多 而且不断有唐人是搬来的 我们看看这件事 这件事好像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人数 起码这几十年都会增加 这几年 国家好多了 移居人数可能少了 但是 过去几十年也有增加 好像以美国华人举例 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 1960年代 中国出生的人 又住在美国的人 就是 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唐人 大概 就是 99,735人 这些 不好意思 这是60年代的数据 60年代 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美国唐人 就是99,735人 但是到了2014年 已经增长到 220万人 所以平均下来 每年 有3.8万中国人 是移民到美国的 除了直接移民 当然 就有去 美国留学的中国人 都是之前 就是没有特朗普之前 都逐年上升 中美建交 四十几年 总共有330万中国人 是留美学习的 19之前 每年 仍是有 37万 中国学生 在美国留学的 美国例子就得出 因为大国 但是 欧洲 澳洲 加拿大 日本 都是有中国移民 也有很多留学生去的 而且中国移民和留学生 是低增的 19之前 现在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总共超过5000万 19之前 每年在海外求学的留学生 都是超过130万 那么多人在海外生活 和求学 其实我想一想 按着道理来说 逃人街应该更繁荣才对 随着中国崛起 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 为什么逃人街 反而会没落 其实我想一想 可能有两个原因 逃人街最早时候诞生 在美国 我只是说美国 最早唐人街 在美国 他就是随着 最早一批 踏上这片 大陆的中国移民意见 他们都是来 涂金 收铁路 小弟的泰公 就是收铁路的 清朝江水年间 出国 成为了中国劳工 他们的工作地点 比如说一说 就是 铁路旁踏起 简易的 升铁棚 久而久之 其实这些 升铁棚 或者房子 就是成为了 最早的唐人街 唐人街的实质 当时 就是中国劳工 和新移民 为求安全 自我隔离的 一个小天地 或者小世界 因为语言不通 文化的差异 更因为这些国家 其实现在也是 当时更加有强烈的 排外和种族歧视 所以 在唐人街 是当时中国移民最好的选择 长期以来 中国移民 在他们 出外寻食的国家 都是从事低端的劳动纲位 抗工 铁路工人 洗衣工人 餐饮业 都是他们最常的职业 而且 因为移民政策的限制 与中国移民 乐业归根的思想 他们都不愿意主动融入 社会的早前 就像我太公那样 其实英文 差不多是零 因为 他连字都不懂 中国字都不懂 因为是浪文 字都不懂 不要说英文 字都不懂 只会说台山话 去到 都很厉害 但是后来被一些外尔兰的移民欺负 其实 国外对于他们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赚钱的 大工地 或者是大工厂 有些人 当时在外国 住了几年 甚至没有走出唐人街 我太公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建的地方 本身是陶金的 其实那个地方 很近墨西哥边境 连城市 名字 都是西班牙画 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也是 美国治安第二叉的地方 说回 中国新移民的经济实力 也是将他们 就是以前 也是将他们困在唐人街的原因 是 一般 以前的唐人街 就是当地比较便宜的地段 甚至 有些是跟当地的贫民笔相连 很多时候 新移民的经济实力 只是允许他们租住在唐人街这麽便宜的地方 更加重要的 是因为他们的谋生手段比较窄 因为不会说外语 是 所以在华人圈子 他们只可以做餐馆 洗衣店 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华人移民 第一站就是唐人街 其实很多 在有一代有一代的人的记忆当中 唐人街 是他们 最不开心 或者是 最不开心的时候 给他一个乱乱的记忆 就像我之前做过一节节目 没什么人听 Corky Lee 这位纽约史上 我觉得是最伟大的 华人涉影师 因为纽约曾经用 有一天的名字 是用他来命名的 叫Corky Lee Day 其实 小弟也认识他 他也是在唐人街长大的 所以他每一次 我们很多人不开心的时候 都是回唐人街 和小时候的 好朋友聚一聚 开心一下吃餐饭 就会开心很多 也解决了很多 不开心的问题 谈一谈 起码 个人 舒华一点 说回唐人街 可以吃到 家乡的菜鸦 用家乡话 唱谈 和和家乡的亲人一起 其实解开了很多人的思乡 之仇 但是 真正在 外国定居之后 似乎 就像小弟家似的 每一个华人家庭 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 继续留在唐人街 为什么呢 因为 意味着 后代要重复自己的老奴 继续从事 一些低端的工作 怀孕家庭一向都很重视教育 一个家庭 很多 节衣宿食都要供小孩去读书 希望有一天 小孩不再在唐人街 炒餐 或者做 洗衣 想他们离开这个小世界 融入真正的 这个移民的国家 这个也是我们上两代 就是我自己上三代人 想做的事情 大家要记住 以前的驻华大使 诺家庭 他的阿爷 诺家庭也是 海山哆 其实他的阿爷 为了学英文 是免费跟人家打工 因为他知道 只有懂得英文才可以 逃来这里 所以唐人街又很矛盾 不开心的时候回来 但是有很多人又想走出去 现在在唐人街其实很少看到年轻人 老实话 因为很多人觉得 如果你还在唐人街找食 中国人的固版印象就是 你没有出息 你怎样都要出去走一走 如果一个年轻人 很多唐人传统观念就觉得这样 你年轻人还留在唐人街 你家里面上无缸 就是在唐人街做工 几年之前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 华人摄影师 他们回到离开很多年的唐人街 他们在拍摄 一些专测 说唐人街的老年人 其实 当时 拍摄和访问 都是说了一些 他们的祖辈相似的经历 其实大家来自的背景差不多多少 连父母的造工的经历也差不多多少 有些就是 两个夫妻开一间 手作坊的厂 工作了几十年 有些 就是在唐人街开一间小餐馆几十年 但是最后一件事都是 唐人街现在 都是只剩下老人街在这里住 此类其实一早就跑出去了 所有的老人街 老人街一般来说都是说广东话的 一是说福建话 福建话就是那些东南话的唐人街 很多人都是不懂普通话的 因为他们习惯了说这些话 就好像居住在唐人街 的人一样 现在已经过了过时 但他们都不愿意改变 亦不愿意跟子女一样 搬出唐人街 其实我觉得 也是跟很多香港的旧区一样 剩下老人家 其实澳洲也是 一些旧区也剩下老人家 或者小镇 好像塔斯马尼亚 老人家很多 有能力的 也有搬上博尔尔本做工 除了老一辈的华人习惯喜欢住在唐人街 小鸟又走了出去之外 另一个没落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多样化 一些新的唐人走进来 其实 甚至其他族裔的人走进了唐人街 是 比较 没那么多规矩 要是比较乱的唐人街 老实说 唐人街大部分 应该叫做广东街或者福建街 因为这里通用的语言都是广东话或者福建话 福建话当然是东南亚 所以餐馆多数是粤菜或者敏菜 老一辈的华人 对粤敏两地的人占大多数 但是现在走下去唐人街 其实来自各省的唐人都有 所以中国各式的菜都有 就像雪梨 雪梨一直堆到德神街再下来 其实有很多重庆菜 和 互南菜 其实我 作为一个广东人的后代 其实我 不是很习惯 说句老实话 唐人街其实就应该说广东话 我觉得 现在都开始变了 对呀 现在都很多讲普通话 所以我觉得 都没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我觉得 我又不是歧视任何人 觉得 从小的时候变了 越来越多内陆省份的人 移民入 其他国家 跟老一辈的 华人的想法又不同 老一辈的华人 打拼赚钱 改变命运 但是 现在这代人 他们移民的时候 在中国 起码 很多人都是中产 以上的水平 说回 其实美国几年前 投资移民 还是很火的时候 大多数名额 都是被中国的 新兴富裕的人 抢占的 数据显示 2012年美国投资移民 一共发放了 10692份 哇 有9128份来自中国 除了 这些所谓的送钱 给其他国家使用的 投资移民 他们 一般 除了 投资 投资 进入这些国家之外 他们还会买高档的公寓 房地产 都是这些新移民 喜欢的投资项目 其实 2013年开始 中国 投资客开始大量 拥入美国的房产市场 第一年已经买了 2013年已经买了220亿美金的 房产 到了2018年 已经买到304亿美金 其他国家没得付 除了投资客之外 还有大批高学历的中国人 选择移民 当时 现在可能不是 虽然他们财力没那么红厚 那些技术移民 但是他们也不会选择唐人街住 他们会选择中产区 体面一点 或者说的普通区 因为他们都已经是懂英文 跟其他国国的人 交流基本 没有障碍 没什么问题 还有有些人觉得唐人街太老土 其实我就不觉得 可以的 在我心目中 雪梨唐街 德晨街 起街 这些 迫街 大家可以转回英文 看看大家知道 起街 迫街 还有汤马士街 这些 金宝街 全部都是我满满的回忆 我就不觉得老土 不过现在那些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他们说普通话 那些想法和我们也不一样 这个不重要 证明了在中国崛起之下 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和中产 他们已经不甘心 只要自我隔绝于这个弱势社群 就是唐人街 所以唐人街是适微的 其实 深刻来说 都是坐证了中国的强大 因为现在来的人是叹了 不需要只是困在唐人街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